唯英仙人有策有点 一起评读典几里的中文 今天在典几里的中国 让我们一起识读徐侠客游记 我徐是一宗男儿 可以不娶功名 但不可不立志 丈夫当朝避海而目仓舞 丈夫当朝避海而目仓舞 父爱如山 母爱如河 让我行万里路而心诸勒根 朝避海而目仓舞 去吧 母亲 想你了 母亲 儿子看到了长娟的正元 看到了 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中国青海省唐古拉山脉 我们终于找到长江的源头了 找到了 这就是我们母亲河的源头 唐古拉山脉 将跟敌如冰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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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溯源 是中国历代地理学家的梦想 三百多年前 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克 就不远万里寻找长江的源头 我们探寻长江的源头 跋涉两千多里 风餐露宿近两月 徐霞克当年 一定比我们更艰难 一六三八年 明朝崇祯十一年 金沙江源谋断 先生 先生 此树变成金沙江 细行万里 走了两年 我们终于到了 溯源长江 我认为金沙江 才是长江的正源 先生 长江的源头不是民江吗 那是因为尚书语公里记载 民山倒江的说法 后人误以为 长江的源头是民江 先生 先生 小心 先生 我认为金沙江 几千年来 以鹅传鹅 无人纠正 先生 那您是想 纠正这个鹅物吗 对 我要看清地形地貌 把它记下来 来 徐霞克先生啊 敢于纠正前人的鹅物 他经过实地考察 在宿江纪元中 将金沙江论定为 长江的正源 真了不起啊 三百多年前 他没有现代地理学的测绘手段 凭双脚行走双眼观测 就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徐霞克先生 突破了我国古典地理学的束缚 使我国地理学 进入到近代地理学的新阶段 这在中国地理学史上 具有重大意义 我幼时 就有追溯长江源头的梦想 追根溯源 我们只是走出了第一步 我们还要继续走下去 来 先生 小心 小心 来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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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脚都这样了 不能再走 这点伤痛算得了什么 历代先贤 开辟家园 正所谓 高山如富 江河如母 追根溯源 是我们后代子孙 殷尽的本分 我们要沿着 仙人的脚步 向前一步 再向前一步 完成疏远 从今天开始 母亲和长江的长江 是中国历代地理学家的梦想 我们在前人的足迹上更进一步 完成疏远 从今天开始 母亲和长江的长江 确定为六千三百公里 确定为六千三百公里 超越密西西比河 成为世界第三大河流 来 咱们供领长江源头的水 庆祝一下 来 来 真前 真前 我真想喝一口长江源头的水 四千多年前 皇帝大禹等先贤 披山通道 治理江湖 分定地域 用石箭为中国古典地理学奠基 三百多年前 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克 成前起后 为近代地理学开拓创新 此后一代又一代地理学家 既往开来 中国地理学 逐步演进成 现代地理学 今天 在典基里的中国 就让我们一起识读 中国近代地理学 奠基之作 徐霞克游记 先生 多保重 有劳大夫了 先生 请 这是药方 随我去抓药 好 先生 侠客兄病情如何呀 先生 侠客兄病情如何呀 徐侠客先生双足俱飞 已病入膏肓 我只能进人世 剩下的 听天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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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先生 父亲一直盼着您来 巧 你是长子 要坚强心 来 公元1641年 明朝崇祯十四年 也是徐霞克生命的最后一年 这位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 一生踏遍滑下 高山大川 但晚年 却患上了严重的足迹 双脚俱飞 然而此时的他 担心的并不是自己的身体 而是自己的游记 尚未成书 他把书稿托付给自己多年的好友 季孟良之后 于当年三月 在家中 离开人世 先生教诲的事 我随大夫去抓药 好 去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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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夏考修 贵民兄 你真 让你见笑了 你说我这双脚啊 踏遍五岳游历九州 溯源长江 现在居然近在咫尺的书稿 都捡不起来 你说 我该怎么把这些书稿 整理成书啊 我帮你 我帮你整理 君子爷 司马难追 来 起来 好 先生 好 慢点 先生稍等 谢谢 谢谢 敢问这位是 晚辈萨北宁 见过侠客先生 慧明先生 谢会 谢会 我是来自三百多年之后的一个读书人 读了先生的游记 特来拜访 你说你 读过我这些书稿 不是书稿 是您的游记 您的这部游记 是由慧明先生整理编撰而成的 在后世又几经修订 书名为 《徐侠客游记》 三百多年后 在我生活的那个时代 被列为典籍 您的这部书 在后世被称为中国古代地学百科全书 也是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之作 你真的是从三百年以后来的 先生若是不幸 您可以看看这个 我特地从三百多年之后 给您带来 这 这是何物 这是我们后世读书的一种方式 叫电子书 华夏数千年文明 流传下来的那些汗牛冲动 浩如烟海的典籍 都能放在这里 就这小小的一页 您可以这样翻译 您看 您现在看的这是电子版 后世所知 最早的成书版本 是由慧明先生亲自手书的 有劳慧明兄啊 还 还要谢谢撒军 让我们看到这些哪里 夏克熊啊 放心 整理这些书稿 就是我季孟良下半生 最重要的事情 好 好 你先与撒军相谈 我去去我的书相谈 好 好 慧明先生亲我 坐 谢谢先生 我在云南生病 我失去双腿 虽不远千里 我还是回到了老家江营 为的就是 回到生我养我的地方 现在我知道 我的生命 将去何方 我就放心了 放心啦 没事 没事 书稿 书稿 这个不怕水 好 先生曾经探寻长江正园 这一撞举 在后世传为佳话 正如先生所说 故不探江园 不知其大于何 不与何相提而论 不知其园之远 这是我在 夙江济园里写的 先生还曾经说过 丈夫当朝碧海 而暮仓无 您的这番气概 在后世 让无数人钦佩 是啊 华夏山水 养育了我们 一代又一代的黎民 正所谓 高山如富 江河如云 你们怎能 我们怎能不由衷地热爱 我们怎能不由衷地热爱 四丑 江音成脸 人人求 十一架布 红薄又软 夏天透凉 冬天暖 公子娃 不要乱跑啊 娘亲 小少爷 你别把夫人织的布给扯乱了 这些布可是被客商预定了 娘亲 你织的布像长江那么长 不要乱跑 来来来 淘气 淘气 洪祖啊 过来 我跟你说呀 那个长江啊 比我们江音城里所有的布加起来 还要长得多 那它有这么长吗 当然啦 它从哪里来 从明山来啊 明山 明山远吗 明山是它的源头 远得很 母亲是怎么知道的 古书里写着呢 那我长大了 一定要去明山看看 是吗 好好好 那我们洪祖啊 那我们洪祖啊将来到明山去看看 回来以后 就告诉娘亲 好不好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去玩吧 哎哟 哎哟 徐家富 薄又软 夏天透凉冬天暖 父亲 父亲 我童子是落地 丢了徐家的脸 洪祖啊 你的高祖父 和唐伯虎同科会士 且遭人诬陷 双双被割去公民歇出市集 他留下祖讯 我徐氏一宗男儿 可以不取公民 但不可不立志 父亲 我有我自己的志向 嗯 我很佩服立道元先生 我想要做他这样的人 李道元先生引经据典 为水晶做助 研究的就是地理之学 这门学问 原自上古先贤 由圣人实践开篇 哪些先贤 第一位当属我们的祖先 皇帝 我一生奔波 披山通道 东道东海 西道空桐 南过长江 北道釜山 与诸侯和艳福气 在桌露山脚下 建起都城 皇帝一生行走于山水 未常宁居 弘祖啊 圣贤的工业 就是建于山水之间 将工业建于山水之间 这话听着就霸气 父亲还告诉我 不止皇帝 不止皇帝 还有先贤大禹 也是将工业建于山水之间 圣书 圣书 以共记载 与福土随山看墓 殿高山大春 我 划分了土地的戒狱 顺着山市行走时 砍伐树 作为路标 以高山大河奠定戒狱 九州一统 四方的土地 可以居住了 四海的道路 畅通 武祖 界定地域 治理山河 这就是大禹的工业与气概 我等后世子孙 因学先贤 热爱山河 历道元先生 对山河就很热爱 宏祖啊 历道元先生 学识渊博 水晶珠里引用过 尚书 山海经史记 汉书帝李治 等典籍史料 有四百多种啊 我年少时就立志 要为水晶作祝 成年后 我跋涉郊野 寻防古迹 追溯河流的原则 将自己的建文记录下来 作水晶祝 是 父亲 我要学历道元先生 今生必定要踏遍三山五岳 寻防江河源头 钻研地理之学 成一家之言 丈夫 当朝碧海 而目苍无 丈夫 当朝碧海 而目苍无 冯祖 有志气啊 何行现在 人 你 是 人 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生活的这个时代 年轻人也有这样一句话 叫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这句话说得好啊 我喜欢 在后世 所有 喜欢踏遍祖国名山大川的人 这些人对您都极为仰慕 我真想和父亲 一直游历山水 可惜啊 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站住 来人啊 抓贼啊 站住 站住 把东西给我 来人啊 抓贼啊 走了 来人啊 抓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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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快让个老爷 老爷受伤了 父亲 你怎么着啊 父亲 快起来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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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儿啊 快 快 快叫大夫 叫大夫 叫大夫 你快醒醒了 父亲 你醒醒了 父亲 你快醒醒啊 父亲 你快醒醒啊 父亲 你快醒醒啊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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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醒醒啊 父亲受伤后 从此便一病不起 没多久就去世了 不瞒您说 在历史记载当中 您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 是明朝末年了 连年的旱烙 旺灾 内忧外患接踵而至 社会动荡不安 为父守孝三年 我每日沉浸在悲痛之中 每当想起父亲 对我的疼爱和教诲 我便泪流不止 后来是您的母亲 引导您走出了悲痛 她鼓励您出游 实现了在父亲面前许下的心愿 是啊 父爱如山 让我朝避海而暮苍舞 暮爱如河 让我行万里路而心中有根 我是一路走一路寄 我最开心的时候 就是回到家 把我这一路的见闻 讲给母亲听 母亲 母亲 儿子回来了 彤祖回来了 母亲 我儿回来了 母亲 老夫人 母亲 我儿回来了 让我看看你 母亲 儿子 有你回来了 瘦了 快起来起来 还黑了 路上渴了吧 快喝茶 母亲您坐 母亲天天都盼着你回来呢 谁说的 我可没想她 我知道您是怕说想我呀 我今后不想出门了 慢点喝 慢点喝 快跟我说说 这回出去啊 都走了什么地方啊 娘 我去过的地方啊 我都以日记的形式 给记下来了 母亲 您过目 先生说 这些日记 是给老夫人的礼物 哎呀 这可是最好的礼物了 对啊 您快看看 游天开山日记 明三日朗 人亦山光 具有喜态 三十里是梁黄山 闻此地乌图家道 月商数十人 乌图 老虎 这是老虎 这是老虎 老虎冒了 快来人 老虎想人了 快来人 老虎想人了 老虎想人了 在道路两旁的草丛里 依我说 咱们就应该将这草木 全都给它砍去 对 砍去草木 让老虎无处可逃 好 各家各户都出壮丁 带上工具 咱们砍草 砍草去 砍草去 儿啊 你遇到老虎了吗 儿子自然会小心了 当天天色已晚 又听闻老虎伤人 儿子就地住下了 先生啊 可有大智慧了 吓死个人哪 就在夜里 我们看到了 繁星漫天 先生连觉都没睡 看了一夜的星星 我关心直指天明 一轮朝阳徐徐升起 只见金光万丈 山谷间 繁花烂麦 如此说来 那天太山的景色 甚为壮美 是啊 是啊 听你这么一说啊 为娘真想也去走一走 老了也想带着母亲一同去啊 这一篇 是您游黄山的日记 母亲 您能想象得到 黄山春天的样子吗 那还用说吗 肯定是万物蒙发呀 母亲 您错了 是漫山大雪 雪足有一尺多高呢 喝起成雾啊 那你出去的时候 着的是春日的衣装 没有冻坏吧 寒冷彻谷 寒冷彻谷 好 大哥 能不能 卖件后衣裳给我们 我是砍柴的侨服 又不是卖衣服的 大哥 这位大哥 这位大哥 我家先生是好人啊 雪安 你这是干什么 难道让膝下有红筋 至于吗 咱们走 先生 可是 可是你冷啊 等一下 你都冻成这样 这个给你 谢谢大哥 请问两位这是准备去哪儿啊 我们想去莲花峰 往这边 便是莲花峰 谢谢大哥 谢谢 谢谢 当时世人都以为 天都峰是黄山的最高峰 但您去实地看完之后 您的结论是 莲花峰是最高峰 那后世可有什么定论 我们在后世 用最精准的科学手段 进行了测量 您猜怎么着 莲花峰比天都峰高出了 54.8米 16丈多 太好了 看来我的判断是对的 这儿 娘亲 娘亲 四儿 儿子 快叫爹爹 爹爹 长这么大了 想不想爹爹 爹爹您去哪儿了 爹爹去哪儿了呀 爹爹告诉你啊 爹爹去了庐山 那是雾色飞飞如雨 我在云区中攀登了五里路啊 行之半路 突然听闻雷声大咒 雷声 这是要下雨吗 不是下雨 这是水声 儿子见到了 庐山瀑布 大咒 飞流之下三千只 以史迎河 落久天 谁 在淫我的诗啊 你的诗 这可是 后世小子徐弘祖 拜见哲仙人 李太白先生 你是何人 为何来这儿啊 晚辈自幼丽智 丈夫当朝碧海儿暮仓舞 以寻访名山大川 记载地理风物为工业 丈夫当朝碧海儿暮仓舞 丈夫当朝碧海儿暮仓舞 这句话 我喜欢 谢李太白先生 母亲最喜欢我的游记 回到家里 我给母亲念我的游记 母亲高兴得跟小孩一样 山水皆有情 您的每一篇游记 其实都凝聚着 您和母亲的天文之类 是啊 因为游记 我还结识了不少新朋友 好意思 你记得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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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母 这位是 孙儿许起 恭贺祖母八十寿臣 祝您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你真孙儿 真是乖 孙儿快过来 洪祖 洪祖 四叔五叔 给你母亲拜兽来了 四叔五叔 真好啊 功课三嫂 八十大少 恭喜 恭喜 感谢 快坐 坐 今日 许老夫人寿臣 看灵院修传 文振梦先生 为许老夫人贺寿 送来祝寿诗文 一天 文振梦大人 那可是仁徐科的状元 状元 这状元的诗文 千金难买 是啊 都查院高攀龙都御史 为许老夫人贺寿 送来书法调平 义托 那可不是文振领袖了 是啊 他的字可太难得了 难得了 真是彭必生辉 彭必生辉了 洪祖啊 我家是普通人家 你怎么会认识这么多文振名人呢 母亲 这几位先生正是孩儿的文友 徐老夫人 这些年 侠客先生的游记 在文坛声名鹊起啊 对啊 望艳山珠峰 芙蓉插天 片片扑人眉宇 仿佛啊 置身于山脚之下 瞻仰那艳荡山 君显翘拔之势啊 好 老夫人 老夫人您看 这是我抄的有五一山的日记 上下接绝壁 壁肩横傲 锦尼县 须浮生蛇行 盘壁而渡 乃可入 如同森林习近啊 习近了 侠客兄 新写的犹太河山的日记 你们 没有看过吧 这个 我是第一个抄的 我是第一个抄的 上裙抬罐 其旁狼梅树珠 大街河豹 花色浮空硬山 绚烂炎寂 武当山上的狼梅树 那可都是神术啊 是啊 今日孩儿 送给母亲的寿礼 正是这武当山上的狼梅仙谷 这狼梅仙谷 难得一见的 难得一见啊 我还是第一次讲的 祝母亲 福如东海 寿礼南山 好啊 我儿有心啦 祝母亲老夫人 福如东海 寿礼南山 感谢 感谢 快坐 坐 每当提起狼梅 我便非常的思念母亲 为母亲庆贺八十寿城的第二年 母亲便离开了我 来 慢点儿 嗯 徐家布 赛斯穷 将阴城里人人穷 好 徐家布 好 徐家布 薄又软 夏天透凉冬天 好 走 哥带你玩去 嗯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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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家布 赛斯穷 江阴城里 人人穷 medicine 徐家布 徐家布 赛斯穷 江阴城里 人人穷 菜 tree 工那个人加价 冲aya 人人穷 好،好 咖啡 老婆 这夠 是 吻 你 构 《娘亲制的布》最有名了 《徐家布,薄又软》 《夏天透凉,冬天暖》 《母亲》 《红子》 还记得小时候教你的儿歌吗 记得,当然记得 我还记得,母亲说 要去民山看看 让我回来告诉您 长江的源头是什么样子 父母在不远游 现在 你可没有牵绊了 看下 招碧海 而不苍鸝 去吧 《伏之》 我 想你了 想你了 朝碧海儿目苍无 您为母亲守校三年之后 又重新出发了 是啊 这路越走越长 游记也是越写越多 在我五十一岁的时候 我决定了 开始我人生最长的一次游历 这双龙洞如此凄美 许安 你看 从上面下垂的石头 我把它称作石乳 从地面凸起的叫石碎 我把它记下来 双龙洞 持乳下垂 色润行幻 若穷柱宝壮 铿烈洞中 先生 您写快点啊 此地不宜久留 为什么 山民说这洞里有龙 有龙 嗯 我看啊 龙 我好像踩到什么东西了 软软的 巨毛 你踩到我的脚 对不起 先生 你看看 你看看 因为这洞口啊 有两根下垂的石中乳 形似巨龙 所以叫做双龙洞 行了 把行李拿着 咱们走 对 不管有没有巨毛 我们也不能再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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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Internal 混音 先生 先生 鐺左右 快 快來靠靠yttИ 来 来 暖和多了 先生 您的脚怎么样了 昨日脚伤发作 疼痛难忍 今日不知怎么回事 走着走着 疼痛紧轻了 我就佩服您这双脚 我是走不过您的 许安 这一路 你受苦了 不过 暖先生 今日在悬崖之上 垂索而下 我都担心死了 有什么好担心的 我这脚疼的时候爬山 也不是第一次了 这也就您 能够舍命去攀山看水 才能写出这么好的勇气 你不提醒我差点忘了 把笔墨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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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石头崖 悬腾倒磕 坠空者树层 什么东西找了 什么东西找了 先生 你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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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擦脚 脚疼啊 好好好 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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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了 都漏脚指头了 磕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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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摸 摸 好 万里霞征 这可是后世公认的 明楼记中最精彩的篇章 是啊 我这一路是收获颇丰 结交了许多新朋友 他们对我修算山水游记寄予厚望 纷纷将家常的真本地理图志托付于我 其中 张宗莲所著的南城续记 后世子孙已经珍藏了二百余年 还有曹农史的民胜制三侧 云南制四侧 都极为珍贵的 但是谁能想到 您和这些善本古籍 竟然遭遇了一场 非来横祸 强盗抄劫了 强盗抄劫了 抄劫了 强盗抄劫了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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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安 前面 怎么回事 前面 前面有强盗 强盗 快走 走 哪儿跑 抓住他们 这边 这边 往哪儿跑 站住 那边 往哪儿跑 抓住他们 跑啊 跑啊 你要干什么 乖乖给我把钱交上来 我饶你们不锁 钱给你们 不要伤人 你的呢 我是个仆人 身上没钱 是 她是仆人 废什么货 钱都给你们了 不要伤人哪 这才几个钱 箱子里应该更多吧 背景里没有钱财 只是书籍 是 各位好汉 对你们来说一文不值 对我来说 价值千金 没钱还偿这么严 骗谁呢 搜 不是 你们 还我输 还我输 你找死 先上 先上 让开 家门 老大 并无银梁 为了几本破书 连命都不要了 兄弟们 撤 撤 兄弟们 快走 跑 绝 徐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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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你进来 徐安 轩 来人呐 有人没有 救命啊 有人没有 轩 你醒醒 轩 你醒醒 轩 来人呐 有人没有 救命啊 来人呐 来人呐 乱世行路难啊 湘江遇到 您和徐安劫后余生 但是那些珍贵的善本古籍 还有您的部分游记 都损不到 丈夫 当朝碧海儿暮苍吾 最后 我终于和徐安 登上了苍吾之山 来 慢点 那 来 来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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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山 苍无之山 我 徐皇祖 我 徐安 我们终于到了 我们终于到了 到了 苍无之山 先生 你怎么了 我小的时候 就在父亲面前立志 丈夫 当朝碧海而牧仓 为此 我整整行走了三十年 今天 我站在苍无之山的山顶上 我想对父亲说 儿子做到了 儿子做到了 高地海而牧仓仓 这是一种纵横于天地之间不计远近 不计昭目 不计山海的理想与豪迈 是啊 这是父亲对我的期望 也是我毕生的志向 而后 您又继续西行 完成了您 最重要的一个心愿 溯源长江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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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处便是金沙江 感谢慕宁公子带我们来到此地 来 先生 从这盘下去 就能俯瞰整个警察家了 我们上 先生 先生 你的脚疯痛肿胀 坐着都疼 不能再跑了 行了 不要劝我了 我一定要上去 走 好 好 这也是我们西行的最后几步 我陪着你 来 先生慢点 来 来 来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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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母亲 儿子看到了 儿子看到了 儿子看到了长江的正元 看到了 那我长大 一定要去长江元后看看 是吗 好好好 那我们宏祖啊 将去看儿儿 回来以后 就告诉娘亲 好不好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先生 行到此处 可以告慰老夫人 是 是 现在 找到了长江的正元 我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 我还要继续 还要继续走下去 先生 先生 我起来 脚都这样了 不能再走了 先生 我能走 我 我能走 先生 我一定要走到 长江的源头 喝一喝 长江源头的水 先生 我家中尚有年迈的父母 我想回家 你说什么 我想回家 你得跟我一起 追溯长江源头 咱们得一起回去 好 先生 那我们先下山 往后怎么走 我们再说好不好 好 咱们下山 来 行 小心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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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想继续走下去 去追溯江源 完成我对母亲的承诺 可是没想到 我的腿脊再次发作 云南 成了我万里霞征的最后一战 大夫 大夫 怎么样 别着急 慢慢调压 我这 先生 您保重 这 吐司大人 徐霞克先生的疯痛之症 已经病入骨髓 恐难痊愈 您是我从云南府请来的名医 请您一定想想办法 大夫 先生他万里霞长 要去找长江源头 恳请大夫 一定保住先生双脚 走路 是再无指望了 如果不好好休养 性命也堪忧啊 大夫 � 大夫 大夫 先生莫及 身体可以慢慢地僵养 只是以后不能再 行走于山水了 为什么 为什么偏偏是我的双脚 我是一个行走了一生的人 不能在此握于病塌 我就是爬 你要爬到长江的园塌 许安 背上行囊 我们走 许安 先生 许安 许安他 许安他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许安他 逃走了 逃走了 许安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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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 rather 许安逃 exactly 迸安逃走 流apo 许安逃走 赸 老板 力 unfor 子 神 un 又 持人 老板 让二位笑话他 我想 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让我掌声一定要去厂江远峰看看 是吗 那我们和你一起玩 继续看看 回外客 就多送娘亲好不好 雷霓 包在我身上 我一生必定要踏遍三山五岳 寻访江河源头 丈母当交密海而不苍骨 洪祖族有志气呀 你今 我走不到长江的源头了 走不到了 我走不到你 母亲 父亲 皇祖啊 夙缘长江 你做到了 皇祖啊 丈夫当朝碧海而暮仓舞 你也做到了 我们以你为傲 我们以你为傲 父亲 母亲 我走不到长江的尽头了 我交差一点 走不到了 走不到就回家 回家 公主 请问里脚下有根 回家吧 回家吧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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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片锦绣伤 是在让我难以割成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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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要走了 咱们快去送总的 快快快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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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先生 为我们修传 姬山志 感谢先生 为我们云南写下 滇中花木记 感谢先生 带来您的邮寄 读了您的邮寄 我如同去了黄山 我看到莲花峰 和天都峰的云海 更感谢先生 为世人厘清了 长江的证源 我们都喜欢 先生说过的一句话 丈夫 当朝碧海 而暮仓梧 丈夫 当朝碧海 而暮仓梧 Jackie 的报道 是红 Cath難ウ胜 Espera curly ẽ不再 不肯 也不肯 那天 带 peppers agon 宏 宏 天 巴 先生 保重 先生 先生 保重 先生 夏可兄 撒讯 我回来了 慧明先生辛苦 夏可兄 那我就把这些手稿 撞起来了 有劳慧明兄了 两位先生 你们可否愿意随我到后市 去看一看徐夏克游记的流传 荣秀之志 是是是 好 那两位先生 请随我来 好 来 先生清净山水 技术山水的工业 为后市所敬仰 后市也有很多人 渴望踏着您的脚步 去游历华夏山河 在后市 我们管这个叫旅游 旅 你山水风景 游华夏拯州 嗯 游这个词 起得好 还记得您在游天台山日记中写道 鬼丑之三月会 自宁海出西门 云散日浪 人意山光 巨有喜态 我们用后市通行的历法一推算 发现您说的鬼丑之三月会 恰是那一年的五月十九日 所以三百多年之后 公元两千零一十一年 我们决定把每年的五月十九日 定为中国旅游日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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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出游历 朝碧海而暮仓舞 人生快逝 您说的朝碧海而暮仓舞 在您那个时代 是内心的一种豪迈和气度 但是在我生活的那个时代 已经成为现实了 好 这是合物啊 卫兵兄 追上 看看仔细 哎呀 你又表皮了 这是后市的一种交通工具 叫高铁 人坐在上边 早上从您的家乡出发 下午就到九仪山 好 真正做到了吗 朝碧海而暮仓舞啊 万里辖征 我走了三年有余 后市人一天就能走完 了不得呀 了不得 在后市 在后市想要走得快很容易 但是 发现山水之美 追寻真理的勇气 先生 您还是我们的榜样 啊 啊 三月 我一生最大的愿望 就是追溯长江之远 不知后市的人 有没有找到啊 找到了 请 请 哎呀 下个兄弟看哪 哎呀 哎呀 这就是您一生魂牵梦绕 始终想来的地方 这就是长江之远 正是 而且 经过后市的考察 此处不仅是长江远 还是黄铁和蓝沧江的远头 哦 这里孕育了三大水系 被后市称为 三江远 先生 您在数百年前 就曾经探寻长江源头 勇敢地写下自己的论断 言前人所不敢言 那绝对 是一次创决 今天的水样检测正常 咱们三江源的水区 水质是最好的 你们好 撒老师 你们好 你们好 您到三江源来了 对 来看一看 母亲河的源头 也特别想尝一尝 长江源之水 您算来对了 我们在野外 都是自己采水河 是吗 对了 撒老师 我这刚好装了几瓶 过滤好多水 哎呀 太巧了 来着了 哎呦 谢谢 谢谢 没事 撒老师 那再见 撒老师 嗯 我们还得忙着采样子 谢谢 再见 再见 撒老师再见 长江源之水 来 甲克先生 桂林先生 哎呀 尝尝 我驻长江头 君驻长江尾 日日四君不见君 供应长江水 晚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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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华夏母亲河源头之水 敬二位 快点 你快点 快点 走 快点 我找到了 你 有些人 一定要去 找江源头看看 我要是立道元先生 今生必要插遍三生五月 请放江河源头 丈母当消避害而不仓库 女君 找不到长生源头 找不到 天 真点 真点啊 三君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两位先生为后事留下不省的许侠客有情 先生 回去的路 都保重 咋觉 后悔有期 我特地从三百多年之后给您戴买 您可不这样 我特地从三百多年之后给您戴买 下课秀 下课秀 此行圆满 你看 圆满了 先生 您为走完的路 我们后事 会继续前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